他不勞而厚 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四个多年 四个多年 你看连家的房子 是不是都登记在他妈妈名下 他现在租的也是 爸妈妈的房子啊 他弟弟的也是 所以说 你说连家怎么办 他为什么会把 周一扣的事情 扣扣姐的事情 川普的事情 处理成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 他在告文的时候 的那个心态 到今天 其实是一致 因为他 我想他选举他知道 他不能 权贵是他难以 丢掉的 拿掉的标签 对 标签 所以他一直不希望 他对权贵两个字 我觉得他很敏感 好 所以当周一扣说 他喝一瓶几十万的 红酒的时候 听说他就一直打电话 打电话给那些朋友 给谁 给他以前 就送他 和送他酒的那些朋友 当事人们 对 那这个 就问到底当初是多少钱 所以后来才有 他们团队说 哪是什么几十万 四万块一瓶 但其实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 四万块一瓶也蛮贵的 不是几十万 四万块一瓶也蛮贵的 所以差别不是在 四万块或几十万 其实他如果能够理解到 比如说 要抛出 把这个权贵的标签贴掉 不重要 而是你有没有办法 离开那个权贵的立场 去跟平民站在一起 不会讲出那种 这个内湖南港 没有超市跟传统市场 黑压压一片 就不会讲出那种话了 关键是在那里 但是他始终 很怕人家把权贵 他家有钱 他只要讲这个话题 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 那种 那种怎么样 我觉得他必须要 受到刺激的猫一样 他如果不克服这个的话 他这个账会打得 糟精力 你知道吗 所以 你就是这样 你先接受自己是这样子嘛 那又什么呢 对不对 好来 先休息一下 金文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在讨论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 那是有趣的花边 比方说他去 Payboy Nation 或者是说他住的是川普大楼 可是我觉得 比较有杀伤力 应该是你讲那句话 笨词 就是说 各位懂哪有杀伯这种人 我觉得这句话 应该他是很在乎的 这句话应该才有杀伤力 对 但问题这就是 这就是私领域的感受嘛 一个 他20年前的同学 你看 宋细思刚才已经讲出答案了 他是已经当了检察官 然后去考公费 然后才去念的 可是住的用的 跟他的同学不一样 他当然会对这个同学 他会觉得说 那个同学根本不一样 所以他内心私领域是觉得说 他应该不是觉得说 这样子是一个 在国民党栽培人才的正办 那所以讲出了那样的话 你现在一直去扯这些 只是对联盛文不断的受伤而已 是 我觉得至少联盛文 不会再告伪胜这件事情再绕 我觉得要赶快绕出去了 对 我有点好奇是 宋细思他说要告 但是他终究没有出手嘛 对不对 他说要告你的事情 你是哈特你会建议他告吗 你还好吧 不不不 其实我也是说 我是建议联盛文 你该策告的 你全部都策告 我觉得他没有告实在不有趣 这样子啊 应该告下去 他刚刚讲说这有趣啊 不因为今天宋细思来 我觉得只focus在这边 有点太可惜 因为他的法律见解是有很多 我们很多很疑惑的地方 你又800年才上一次节目 还好我们节目开得够久 开了十几年你才来一次这样 可是最近有一个案子 我想问一下东昊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 我们把它来做封面 对 OK 你可以讲一下这个 我们做的封面是这个 就是元大马家 我想前一阵子大家应该有看到 两个人都是七年四个月 那原因呢很简单 就是说法院认为说 他们有时候元大投信在处理 结构灾的时候造成公司 4.4亿的损失 听起来就是你投工公司嘛 对不对 那我自己跑 我想这是非常有趣的 也是用有趣 非常有趣的一个案子 第一个我跑法大概二十几年 我第一次看到 三个快速直球进雷的案子 什么叫三个客人 因为他是检察官起诉的 我们把检察官当做首方 他们是工方 三个直球进到本雷 裁判是谁是法官 123省的法官 就直接说好球好球好球 所以他们就被删证出局了 就说检察官供进来都是好球 对 投进来的球都是好球 那到底是 那问题是好 那我自己在跑司法的时候 我很少看到这样的例子 我大概 这个可能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就是一省二省三省 就结束了 他完全没有拖到 所以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应该其实很完美 不应该有太多的瑕疵 那我就去看 去翻一些资料 我看到最有趣的一件事情说 法院说他们家 这个掏空公司造成公司 额外亏损4.4亿 我就发现那年的年报 他这个结构在最后结算 因为结算基本上债券嘛 创院到期之后 就会知道你是赚四赔嘛 整个原金证那个 原来投信是倒赚 大概三亿左右 那怎么会是亏损 我觉得 第一个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法院说他亏损4.4亿 那为什么他的年报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年报不是今年的 因为他早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公告的东西 换言之这都不能做假的 那到底是法院对呢 还是当年 因为这套会计是签证的 还是会计是对的 这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是因为我们这个案子 看了很久 过程当中 发现法院也好律师 还有马家的律师也好 有几件事情就怪怪的 其实大家最好奇的是 马志玲到底有没有失智证 如果你有失智证 虽然他是有钱人 但是你在法律程序上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还适不适合 继续审判程序 这是涉及到当事人权益问题 那马家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 我们去看 就发现他的律师有点 有一点状况 他的律师在可以让马志玲 不要继续审判程序的时候 还是主张继续审判 所以他是用被答案的方式在应讯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已经如果真失智 他有办法被答案吗 可以 可以 因为失智证 因为我家里有长辈也是失智证 失智证的人并不是说 你把它想象成他是傻子或什么 他不是 他也会有应答能力 有时候有智力有回来 有时候记忆有回来 有时候没有回来 没有 他的记忆是会越来越遥远 越来越遥远 就是说 比如说小学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十分钟之前 十分钟之前的事情 他会很容易忘记 净的可能忘记 对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呢 他对事情的判断能力 是一直在递减的 递减的 比如说 最简单的 我自己看过的 因为我们有采访 像马自宁先生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喜欢吃馄饨 他就经常要吃馄饨 那明明吃过了 他就跟你讲 我没有吃过啊 就可以一直吃 家里有失智证的老人就知道 经常为了吃饭 跟老人家不高兴 他明明吃饱 但是呢 他又要吃 可是 而你知道你刚吃过 他想说 你要饿死我呀 是 他会给你闹 对 而且会 他也真的又吃得下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这样吃真的不行 所以后来很多 很多那些 那些长辈或者是失智症 就越来越胖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没有控制的话 不行 因为他吃饭说不吃 你知道所以制造成 很多的这种冲突 而且在最后阶段 因为失智的关心 我们的头脑 会通知我们的肠胃 不吸收 他到最后是 吃再多也不会胖 然后呢 只要体重一下降 就回不来 那这个是失智症的部分 那还有啦 就是他律师的策略 他有一个案子 有一个部分很好玩的 就是说 他有一个律师 一审有一个律师 一审有律师 马家伪证的律师 对 大概有教授到伪证的问题 侦查 侦查 侦查期间就涉及到 叫做伪证的问题 就是教你背一个剧本 去应付检察官嘛 好 那你现在骗 知秋 对 那你这个就算错了嘛 那现在法律上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 那他没有错 为什么要编一个假剧本 对啊 因为他听律师的嘛 我总是讲 开个玩笑了 你遇到好的律师 因为头顾来讲就是说 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 坏的老师带你住套房嘛 宋律师也在这边 遇到坏律师 你遇到好的律师 遇到对的律师 他可以带你上天堂 带你过关 你遇到错的律师 住老房 住老房 对 所以他这个案子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那我想问一下宋公 就以结构在这个事情 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市井 小明 因为这个不是牵扯到元大而已 宝来 宝来 金鼎 宝来白文正先生 也是跟这个样子的事情 结构在的事情有关吗 其实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表 我想光是这张表 大概就可以说明 这整个案子的发生经过了 当时其实金管会 因为结构债 他认为说 因为这个伦敦的同业拆放利率 一直上涨 那这个是叫做反复动结构债 是用一个X 去减掉这个伦敦同业拆放利率 就是这个债券的利息 我叫你讲 我们一般人听得懂 就已经X出来了 简单说 利息是有涨跌的 现在要讲Live 对 那利率是有涨跌的 利率是有涨跌的 当时利率是低的 低的利率 甚至接近零的时候 表示这个债券在三年后 你还会拿回本金是100块 可是你如果现在要做买卖的话 一定不到100块 你怎么会现在花100块 三年后还拿到100块呢 那金管会就要求大家说 你们赶快把结构债都出清 逼大家说赶快出清 那换句话说 卖结构债的人 卖结构债的就一定会损失 可金管会要求说不行 不行让基金投资人受到损失 所以卖出去的时候 按照原来的价格卖 所以这就发生这个问题 元大投信当时在卖的时候 是用100块 卖给这个所谓的腾达 就是马家自己的投资公司 这是符合金管会的要求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当我把这个87.5亿的结构债 卖给马家的时候 谁的口袋有这么深 有87.5亿可以来接 在这个过程中 就要透过一些 所谓的赴买回的交易 来做融资 跟大家讲一下 也就是说腾达投资 其实是马家 100%持股的公司 对不对 那元大投信呢 其实是有股东的 有其他股东的 那他要把这个全部的亏损 基金把它移出去 就移给腾达投资 因为大股东自己要吸收 这是经管会当时的要求 经管会的第一个要求 说先把基金要移出 先讲移出这件事情 移出了以后 到了腾达手上 腾达一定要做融资 因为没钱买 不可能有人有口袋 有87.5亿可以来接 所以就要跟元金正之间 做一些融资的交易 然后融资交易的过程中 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融资交易 到了最后 其实这些交易的目的 全部是为了融资 可是法官会认为说 这个叫做分担损失 这个叫做分担损失 所以腾达是要跟元金正借钱 借钱 被法官认定为说 这个是在分担损失 把账到给他 可是我们在卷宗内的资料 显示说它是一个融资交易 不是一个分担损失交易 法官有点听起来 就是说你们讲的